韩玉又出事了 据韩媒报道 著名男星李善君被发现晕倒在公园 疑似然探亲生 消息引发了外界哗然 随后韩媒也报道了更多信息 据悉 一开始只是在公园发现李善君晕倒在车内 报警后警方介入调查 最后警方确认死亡男性为李善君 据悉 事发的前一天晚上 他的助手联系不到本人 就选择了报警 表示四处寻找 然后妻子发现了疑似遗书 再次报警表示丈夫留下像遗书一样的便条后 离开了家 但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会迎来噩耗 而据媒体报道 李善君的死亡现场有烧炭的痕迹 在副驾驶席上还发现了一枚肃染眉 因此警方认为该男子做出了极端的选择 目前正在调查详细经过 此前李善君刚在第二次传唤调查中陈述说 自己被娱乐场所市长A某骗了 自己不知道是违禁品而实用的 虽然是从鼻子进入的 但李善君以为是安眠药 这种说法遭到外界很大争议 对李善君的质疑也加大 可能让他承受不住吧 而就在李善君被报死亡的前一天 李善君还通过律师向侦查部门提交意见书 要求对自己和涉案夜店公关A某进行测谎 判断各方供述的可信性 还希望警方今后以非公开形式传唤并进行测谎 可见他调查时面对媒体应该是感到很大压力 警方对第一次传唤调查时没收的李某的手机进行了数字取证 确保了有关违禁品的有意义的证据 将根据第二次调查结果很快提出第三次出席要求 没想到李善君突然轻声 所属公司此前曾表示 李善君一直受到涉案人的恐吓和要挟 这位涉案人员就是李善君的情人A某 他拿违法来恐吓李善君 让对方拿钱给自己 结果事情败露 网友对此也十分惊讶 怀疑是否是因为调查牵扯太广 李善君迫于某种压力才走上绝路 但是这种观点没有任何依据 还是希望大家别过度猜测 还有网友为此感到惋惜 认为李善君既然没有上瘾 想要改过自新也不应该是以轻声的方式 其实面对警方的调查和传唤 李善君每次出现都显得非常受打击 人的状态也看着并不好 每次都拘功道歉 表示对不起家人和孩子 从李善君的处境看 他本人心情遭到的冲击应该很大 先是情人的威胁 后来曝光警方深入调查的压力 以及大众舆情的质疑和自己事业禁毁的局面 可以说身败名裂 原本他是韩国知名影帝 代播的作品都是很大的项目 如今他撒手人寰 病人唏嘘 关于具体的经过和死亡原因 警方已经介入开始调查 从种种迹象看轻声的概率极大 就希望他的家人能节哀顺便吧 韩国著名影星李善君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用自己的演技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 也书写了自己不朽的人生传奇 李善君1975年3月2日出生于韩国 2001年11月通过出演 MBC每周情景喜剧恋人们正式出道 出道早期 他主要活跃在电视剧领域 先后出演了白色巨塔 我的甜蜜都市 爱情中毒等热门作品 逐渐在观众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然而 李善君并不满足于此 他开始尝试转型 并将目光投向了电影界 2006年 他的演艺道路获得了转机 先后出演了电影 客人失望和残酷的上班 这两部作品 让他在韩国电影男演员的名录里 展露头角 2014年 李善君迎来了自己演艺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他主演了动作电影《走到尽头》 并凭借这部作品 获得了第51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 电影类最佳男演员奖 和35届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男演员提名 这一奖项肯定了 他在电影领域的努力和成就 也让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随后 李善君继续发力 先后出演了《愤怒的律师老婆这周要出墙》等作品 展现了他在不同类型角色中的出色演技 其中 他与宋志孝共同出演的电视剧《老婆这周要出墙》 更是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认可 然而 他的职业生涯在2019年达到巅峰 他主演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寄生虫》在全球走红 这部电影由凤俊浩导演 以朴东义这个角色为中心 讲述了他和金氏一家之间的互动和冲突 《寄生虫》的成功不仅提升了李善君的知名度 也让他的事业腾飞 与此同时 他的家庭也一直保持着和睦 他的妻子全慧珍也是一位知名演员 曾参演过《思道》《不汉党》等电影 近年来 他还主演了热播韩剧《请输入检索词》 《www》《陌生人》等 李善君和全几年前 一位备受赞议的电影明星 A某在国内外大放异彩 成为了顶级明星之一 不久前 他主演的一部悬疑惊悚电影 也深受影迷喜爱即将上映 线索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李善君 他的一部热门影片《寄生虫》 正好是几年前的作品 网友们纷纷表示难以置信 难道真的是他吗 直接说寄生虫吧 他的孩子们不是还在上小学吗 怎么会变成那样啊 违禁品是一回事 还有娱乐场所 这种地方应该是X交易场所吧 真是气死人啊 妻子是那么有名的演员 真的是他吗 太失望了 在网友们的震惊和失望中 李善君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这个消息曝光的同一天 李善君通过经纪公司 发表了一份声明 表示将积极配合调查部门的调查 然而声明中并没有明确否认或承认他使用过违禁品的事实 令人意外的是 声明还透露李善君一直受到与事件相关韩国娱乐界近日掀起了一场轰动的地震 因为知名演员李善君被报涉嫌违法行为 并成为正式调查的嫌疑人 警方调查后发现了与他违法行为嫌疑相关的具体线索 并预计很快会通知他出庭 不仅如此 警方还以与李善君相同的罪名 逮捕了江南区一家娱乐场所的29岁女性服务员 这表明警方正在扩大调查范围 据警方透露 李善君不仅实用违禁品 还实用了多种其他违禁品 这一消息让人们对他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和失望 同时 李善君所在的公司也发表声明称 他被人勒索了3.5亿韩元 约200万人民币 并因此向检察机关起诉了勒索者 这一事件也已被移交至仁川警察厅 由此可见 李善君成为了违法行为嫌疑的受害者 但同时 他自己也面临着违法行为的嫌疑 这起涉嫌违法行为的事件 不仅对李善君个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对韩国娱乐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李善君主演的两部尚未上映的电影《逃出》和《幸福的国家》也受到了波及 《逃出》是由金泰坤导演指导的一部灾难电影 本来预计明年初上映 电影已经被邀请参加第76届嘎那国际电影节 并且制作费高达200亿韩元约1亿人民币 然而 现在主演李善君却成为了被立案韩国娱乐圈再次被违法行为丑闻笼罩 这一次的主角是知名演员李善君 他的违法行为行为不仅对他个人形象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也让他的家庭陷入了困境 李善君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正派的爱妻绅士 然而 最近的争议事件曝光后 人们才意识到他被地理不仅经常出入娱乐场所 还实用多种违禁品 这一发现对他的妻子全慧珍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李善君的一生如同一场戏剧 从梦想的少年到迎平之巅 他承载着观众的憧憬与期待 然而 违法事件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舆论的质疑和背叛让他陷入无尽的困境 尽管他试图通过策谎还原真相 却未能逃脱舆论漩涡的吞噬 在人生的舞台上 李善君饰演了各种角色 展现了精湛的演技和对梦想的执着 他的离世敲响了一曲悲剧交响曲 让人深感惋惜 或许 我们应当反思社会对明星的期望与压力 以及对个体的宽容与理解 李善君的光辉 时刻不容被违法行为阴影掩盖 他的奋斗与坚持将永远留存在观众心中 愿人们能够以更宽容的心态 看待那些曾经辉煌的明星 明白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 李善君 愿你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心灵的宁静 李善君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悲剧 他的离世不仅令家人和亲友悲痛欲绝 也让无数粉丝心碎不已 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件能够引起社会的警醒 对于公众人物的道德教育和法律约束 需要更加严格 同时也希望每个人能够珍惜生命 关注心理健康 勇敢面对挫折和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